中超联赛球员不得不在比赛中补水 而在雅加达进行的亚运会比赛,运动员也受到湿热环境的很大影响,在法拉圣进行的美网比赛也是如此,纽约被夏季的热浪笼罩,参加美网比赛的运动员苦不堪言,参加男子比赛的纳达尔就很受不了球场的湿热,赢得比赛之后纳达尔表示,阿瑟阿什球场的湿热环境让他感到非常的难受, 纳达尔在对阵费雷尔的比赛当中,甚至还向当场比赛的才怕请求使用场边的风扇,不过由于自己被语言问题阻碍,纳达尔并没能表达清楚,最终只能不了了之,纳达尔纳达尔的遭遇有些尴尬,不过比起女网选手科内特就不算什么了。 法国美女科内特首轮对阵拉尔森的比赛,科内特就遇到了更尴尬的事情,按照赛事的规则,科内特因为天气过于炎热盘间申请了洗手间暂停,利用这个时间换掉湿漉漉的战袍,以便于继续跟对手拉尔森比赛。 然而他重回球场才发现,可能是过于匆忙,竟然将衣服穿反了,没办法再回到洗手间更换,他只能现场将衣服脱掉,并且将穿反的衣服调换过来。 这一次换衣服非但没有带来好运,裁判还对他进行了警告,最终科内特以6比4,3比6和2比6的比分输给对手拉尔森,没往首轮就遭到了淘汰。 现场换衣服最近一次夺冠针对被裁判警,搞的事情,穆雷的母亲就发表了不认同的看法,她在社交媒体上直言,男运动员就可以现场换衣服啊,不过大多数运动员却对此一笑了之,他们大多都认为科内特太好笑了。 输掉比赛之后,科内特谈到了比赛中的气候条件,比赛过于炎热他几乎要吐了,不得不申请医疗暂停。 科内特今年28岁,职业生涯获得过6次单打冠军,大满冠比赛中最好成绩,也只是打到第四轮。 上一次获得单打冠军是在今年7月份,终结了长达两年半的冠军荒,在这段无贯的两年半,日子里我经历了不少艰难的时刻,上一个赛季游为难熬,所以能在格斯塔德站拿到这个冠军,对我来说意味着全世界。 然而结束冠军荒,也并没有为他带去好运。 巴神穿衣服闹剧,说到运动员换衣服这时,有一个人不能不说,当年还在曼城对效力的巴洛特利,一次在训练当中穿训练背心的时候,无论如何都穿不上,越是着急越不知道怎么弄。 巴洛特利整个人似乎都崩溃了,看他的眼神简直,要将衣服撕碎。 巴洛特利气愤地将训练背心扔掉,最后工作人员不得不过来,帮助他穿上这件训练背心。 巴洛特利的遭遇还不止这一遭,效力利物普队的时候轮到了裤子,不知道怎样将裤子提上来。 巴洛特利露出白色内裤,在训练场上呆呆地站立两久,看到可内特的快速换衣服,巴洛特利势必要惊掉下巴了,文言无强。 巴洛特利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